我覺得各位你要反思一個問題 716是誰做的主體性 716是館長跟黃國昌做的主體性 柯文哲只是去參加而已 那個時候他是邀請各黨 然後柯文哲也去參加 那個時候脈絡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關黃國昌跟館長 那時候找了多少人 3萬人有吧 有吧 對不對 就我們現在在討論柯文哲 換柯文哲找黃國昌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討論說他有沒有多少人 有沒有1000人 台北市警察局長說1000人 我們現在在擔心他沒有1000人 連江和樹都很擔心 江和樹那個檳榔網最近說 他沒有要請大家吃檳榔 他只是說要找大家包車 從台中一起拉人上來 那柯文哲不是說什麼 哎呀 最討厭遊覽車了 拜託我們每個選舉動員 他們撈名上台 招一位遊覽車 去噗噗噗噗噗噗噗 為什麼要包車啊 柯文哲不是說最討厭包車嗎 黃國昌說我們不搞包車這一套的啊 奇怪 江和樹今天今天忙包車 這哪有他號召群組動員 一個人車費200塊 大家共享汽車 趕快我們一起上來 所以很害怕嘛 害怕沒有1000人 但我覺得安潔 這個問題出現在這邊 我們要回顧到根本上的問題 就是柯文哲他知不知道 自己在這個時間點找不到人 他已經知道啊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被告還有黑金專主 然後三大案 然後講話又不好笑 然後出來又沒流量 他整個人已經蠟衰落到谷底了 他到時候會不會說 反正我本來也就沒有打算要很多人啊 而且你會在蠟衰到谷底的時候說要找人家吵架嗎 而且還是人家隔天要辦喜事 你前天要去衝進人家家門裡面喊生日快樂 這不是很奇怪那件事情嗎 這搞懂了嘛 我跟你講柯文哲沒有要人多啦 你看館長的態度 館長他現在他的講法不只是這樣 他說519我是受邀了 我很倒楣我也不想去 他說我受邀了 我一定得去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已經有點過度動員了 他說重複動員過度動員了 他說這不適合再辦了 那請問一下館長的身份是什麼 他是大小草啊 大小的 大小的 請問一下大小的大小的 他都不想去了 那小草會想去嗎 他一定不想啊 小草不想去啊 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柯文哲到底幹嘛 一定要辦這個鬼活動 然後師出無名 我跟你講柯文哲不是玩真的 沒關係啊有充粉啊 搞不好充粉很會撐成名 他不是玩真的啦 你看他在美男老選舉花的錢 我跟你保證都比在這次活動活得多 都還來得認真啊 你看一下主事局 主事局能看嗎 一隻手 共產黨的那一隻 然後看起來像黃國昌的手 打倒新黨 不是很粗糟嘛 然後連新黨都要去了 這什麼情況啊 柯文哲跟新黨混 不要因為他是黃色的就誤會 他不是時代力量好不好 搞什麼飛機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他這個從頭到尾他沒有要真心要玩 他如果真的要玩 那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我跟你講 我被國家政治追殺 你們要當我後盾啊 你們沒有支持我 我恐怕進去飛捲 出不來你知道嗎 然後掉兩滴眼淚 然後柯媽爸在旁邊 我跟妳保這一萬了 跟妳保這一萬了 都不幹這種事情啊 那什麼什麼四大改革 我來安潔你背一下哪四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要喊什麼打倒性暗國 鬼知道 而且我只知道 那天在監察院前面開記者會 黃國昌還被嗆 民眾做主 民眾做主 我們現在是民眾做主啊 不然總統鬼選出來了 我們當然民眾做主啊 民眾做主所以你才會漏選 什麼爛主題啊 什麼移民優先偷去旁邊 當年還有一個來抗議的嘛 那個獨派的嘛 台灣Republic 然後馬上被偷去旁邊 你不是歡迎藍綠都參加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沒有希望人多 他做這件事情 只有一個用處而已 就求老 因為為什麼 我請問一下 對 所以他520 才要去參加就職典禮 對嘛 他是做520 才要去參加什麼意思 賴總統先不要抓我 519要辦這個什麼意思 519也不要動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請問一下檢調不是笨蛋 我今天如果把柯文哲抓去押了 讓他交保了 他明天會不會多一個0 一定會 有理由了嘛 小嫂會生氣嘛 館長會生氣嘛 如果今天柯文哲被押了交保 算館長會是這個講法嗎 三字經又來了 太過分了啦 這真的是嗎 我的是 寶核會打我 我都還沒抓到 怎麼抓柯文哲啊 三字經是吧 他一定這樣了嘛 他叫一頓去嘛 因為他抖內就一大堆嘛 我真的是 看你這樣一直演下去 忍不住想要送你一個 午餐 我今天特地帶這個來喔 這個要工商廣告一下 這是昨天這個 戰鬥欄集結挺徐巧欣 現場一人一桶乖乖一桶 抱在那裡喊口號 我都不知道這到底在演什麼 所以呢我想說 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把他拿來攝影棚 先給吳珍 謝謝 這可以開來吃嗎 可以 你應該是真的有軟糖 好 看到乖乖一桶不是感覺 要過生日了嗎 人家叫你們民進黨要乖乖 他是要叫徐巧欣乖吧 大家誤會 只是他們不敢講而已啦 對啊 我覺得我補充說明一下 我剛剛在講便當吃很快這件事情 吃起來 我跟你說 柯文哲過去有一個專訪 主持人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便當都吃那麼快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那你知道嗎 我跟我媽媽吃飯也吃很快 我說這樣子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主持人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媽媽很早黏 我就沒想要聽他說 我不是吃得很快 所以黃國昌 柯文哲便當吃很快 代表什麼 他不想跟你吃飯 什麼什麼 證明他的清白 清廉 清廉 你不要笑死人了 第二件事情 有被黃國昌認證清白的人 最後都會大翻車 我提兩個例子 第一個人叫做徐永明 當時他實在力量的黨主席對不對 立委 後來因為收匯案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當時黃國昌怎麼說 我相信徐永明不是這樣子的人 然後第二個人叫做誰 你們白好友 當時這個蛋的案子嘛 造假嘛 他那時候不是也找他去開直播 第一時間力挺他 後來翻車就趕快撇清關係 這兩個人實在太指標了 是不是有被黃國昌認證清白的人 最後都翻車 其實我說黃國昌這個人叫做什麼 廣告不實 他都把黑心產品想要包成健康食品 然後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好人 這個是清白的 結果最後就是廣告不實 其實我們都從過去的歷史 來看結果 就知道說他就是這種人 最後如果假設阿伯翻車的時候 黃國昌會怎麼講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他會做這種事情嘛 這個就黃國昌 因為阿伯你已經被利用完了 對 差不多了 他已經踩完了 只要他走過的地方 號稱什麼 道德的完人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阿伯你最好自己小心一點 再來這個519的遊行 其實根本就沒有正當性 為什麼我這樣講 民眾黨你今天講說 要什麼司法改革啦 國會改革 那我請問你 你八席立委在立法院當廢物 對 對不對 司法改革五次散會 對啊 那你們有去開會 你們有去表達意見 你們有去表態 你們有去投票嗎 全部都是跟著國民黨走嘛 那你那八席 什麼都不做 廢八席 然後你今天五一九 你說要上街頭 要去做國會改革 我跟你講 講這些喔 一般的民眾 我跟你講 智商真的不用一五七 也不會相信你啦 對不對 不用到你什麼一五七啦 所以我就說 沒有正當性 再來 你把人帶到街頭去 還有一個重點 你到時候要怎麼樣子 把他們帶走 欸他黃國昌還預告說 如果到時候大家很嗨 我們搞不好會衝凱道 所以那個就是腦衝你知道嗎 自己喔 想的 因為過去民進黨 算是走街頭起家的 其實過去很多前輩都告訴我們 街頭運動 基本上你把人帶出來 不是太困難 但是你要如何把人帶回去 而且不要發生意外 暴衝或者暴力的事件 這個才是真功夫 如果你民眾黨把這些年輕人 帶出來了 最後失控 誰要負責 當然是你黃國昌跟柯文哲 要負最大的責任 好 來 吳政 你已經吞了幾顆乖乖軟糖了 對 怎麼樣 整個都有靈感了 那你現在要乖乖 不罵徐巧欣了嗎 不是 為什麼 徐巧欣 但我剛剛先 忍不住 我剛剛在一邊吃乖乖軟糖的時候 這個聽大家在講 柯文哲的519遊行 我最後再補一句 柯文哲519那天 其實可以表演 他就是可以表演這個 因為大家可能 當天如果需要一些節目 來帶動氣氛 柯文哲就可以表演這種 就是說好像一人分事多角 或那個京劇換臉 這樣 吹 吹 這樣 因為他這次遊行 不是一個主訴求嗎 說什麼 什麼什麼 民進黨現在都穿皮鞋了 我們小小都穿草鞋 我們大家要站出來 展現草鞋的精神跟力量 那我請問 柯文哲的幕僚 柯玉安上禮拜說 沈慶金都常常去十樓 都去市長市找柯文哲聊天 還沒有連政登陸 也沒有登陸 請問一下 沈慶金是穿皮鞋還是穿草鞋 柯文哲常常跟財團碰面 也不登陸 也不做連政的報備 這個是 叫做穿皮鞋還是穿草鞋的精神 請教一下 所以柯文哲 519的時候就自己去解釋就好了 要不要說我們打倒穿皮鞋的 他換一個說 腳才激動 再換一個說 他說那個什麼 阿爾劍劍滅兒 又不代表避案 對不對 他就表演這個就好了 前上一秒說打倒穿皮鞋 下一秒說跟穿皮鞋 碰面又不會怎樣 又不代表避案 又不代表避案 他就自己一個人在唱獨角戲就飽了 所以我是看的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說 你這個遊行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用這樣的 說哪一個標準出來好了 那你怎麼過得了自己這關呢 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